各位學術界的先進大家好 今天辦理角色主要是補充一些 目前台灣正在發生的一些情形 就是說我們在這個看定價這個制度上面的話 目前在政策戰場上面的 4X的狀況為何 主要是跟大家分享一下 目前的一些政策動態 那這邊的話 第一個要跟大家談的是說 那我看定價跟我們今天這個主題 所謂的系統轉型來講 它的觀點性為何 就是早上的時候大家有聽到說 柏惟老師你提到轉型的話 我們有幾個層次的搭配 那今天我們談這個看定價 在我們談談論轉型來講的話 它很重要它可以扮演到不同的角色 第一個部分的話 扮演的就是說 針對既有體質 它可以讓我們知道 我們既有的體質上面出了哪些問題 因為我們原本算我們現在的能源價格 我們都會覺得便宜嘛 我們會覺得亞洲最低的油價 然後或者是說 我們全世界倒數第三個工業電價 類似這樣的數字做的時候 我們都會覺得這是一個 好像我們經濟發展的來源 但是如果我們仔細去預算說 那我們有哪些油威脅的成本的時候 我就會知道說 那這樣的體質上面出了問題 然後我們必須要有所轉變 這就像IAA的評估 就是在2015年的時候 我們使用的這些化銷料 然後出產生出來的外部成本的話 總共大概是一兆裡面作用 這是一個很跑道的一個額度 然後也是在開發國家的這個比例 就是有這些再生能源的技術來講 它可以跟傳統的一些火力發電來講 它是更有盡整理 像是說 我這邊就有做一個簡單的評估 就是那這些國際上面 針對不同能源的外部成本 去納入調量之後 2065年的時候 那些再生能源 再生能源的話 它的總成本來講 都會低過於兩年火力 這是我們大概看到的一些趨勢 然後另外一個部分 我覺得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我們要增加 看定價的社會接收度的話 而看定價本身 他在談整個能源轉型裡面 他很重要的一個角色是 他可以把大家結合在一起 怎麼說呢 就是今天你在談能源的運用的話 你不可能跟工會團體去談很細節的 那些什麼 高載成員比喻的電力市場 然後這類的討論 但是你跟工會團體談說 這樣子 我們有把很多外部成本 沒有讓它感應到我們整個經濟體系裡面 這些部分的話 我們都會有一些不同的共鳴 就像是過往的話 他如果像是工會團體行場 才有的一些 才有的連讀版的 秋豆的遊戲裡面 裡面跟能源比較有關的訴求部分 比較能夠接收的訴求來講話 就是談這個外部成本 沒有被掌顯在裡面 所以在這邊的話 我們可以看到說 那在過往兩年 那能源轉型白球處的整 公共知識的過程中 去談這個外部成本內部話的時候 就會看到說 不同的學界 不同的領域 的利害市場企業 都會從來談這個問題 所以這邊的話大概是在談一個 或者是我們談外部成本 或者在開動 探地價去矯正外部成本 它對於開動轉型的一個重要性 那再來的話 我們就要看看 台湾的外部成本有多少 對在這邊的話 我就大概做一個估算 就正在我們的電力系統裡面 所產生出來的 空屋跟排泰的外部成本 大概就估算 還沒有包含 就是陳昭文老師很在意的 這些生態成本的部分 好 那我去生存這個外部成本 去做估算的時候 我們大概會 如果我們把空屋跟排泰的外部成本 去進行計算的話 你就可以馬上看到說 那屋外部成本之後 原本燃氣比燃煤貴的那個0.8塊 原本開始 發現成本來講 他們價差差0.8塊 不是從差1.5塊 或2.5塊之間 現在價差差0.8塊 但是你把外部成本 你把氣候跟空屋的外部成本 下去之後 他們整個成本就會逆轉 就是燃煤就會是一個比燃氣還要貴的選項 特別是說 如果我們有整個去看的話 就是說 那今天我們付出來的電價 一度電我們大概就是付大概是 2.6塊左右 像2.8年之後 2.6塊左右 但現實用1.3塊是 我們沒有付出來的 但是它終究有一天 我們必須要付出代價 就是來接外部成本 也就是說 今天如果我們要把空屋的外部成本 跟氣候變接外部成本 從而改變到我們店家上的時候 店家大概要找入成 店家要找入成 那這時候就馬上就是 剛才校老師說 那這個民眾怎麼接收度 怎麼讓民眾重新想像這個 能源價格的議題 那在這邊的話 我們就來看看 國際上面我們怎麼去談 這個太平價對整個 能源轉型上面的貢獻 或者對手足1.5度C的貢獻 像這邊的話 就是美國的一個研究機 叫 Energy Innovation Institute 他們是一個能源研究智庫 他們就做一個 算是去年度在美國 或在國際學期 他們有說是看 重要的一本出版品 他們在說 Design a Climate Solution 他就等於說去分析了 不同的減碳的政策選擇裡面 哪些減碳的貢獻是最大的 所以他發現說 可以用全球看定價值的部分的話 可以達到全球減碳量 全球減碳量 至少他可以貢獻 四分之一以上 他比其他 單純去談 工業的能源效率 或是 或其他的 對電廠管制來講的話 他都是更重要 更足躍的一個減碳成效 另外就是剛才提到的SR 就是SR1.5 就是1.5度特別報告裡面 他其實也去分析了說 那如果要守住1.5度 5度11的話 我們看定價要到守的程度才夠 按照他的分析來講的話 大概最起碼 低價格在23年的時候 要達到135塊美金 一頓碳要達到135塊美金 好 這是我大概看到IP11的報告 但是目前看定價這個措施 並不是我們只是水利上面討論 而是在實際上各種政策裡面都在追蹤 而且全球大概有五分之一的排碳量 他們是有價格的 他們是必須受到這些碳金價 或者是管用管制交易 或是碳稅上面 能源稅上面的一些管制 但是目前的話 我們的世界上最高的碳價格 是瑞典的碳稅 一頓碳是127塊美金 那這樣的話你會看到歐元 歐元 對的 就等於大概是只有在這個range的一個 低調左右而已 低調左右 另外一部分的話 我們看到說 其實在亞林 我們可以講說碳價這個措施的話 其實我們亞林國家已經陸續在推動中了 日本、韓國還有新加坡 現在新加坡從今年開始實施碳稅 然後中國開始實施碳還要交易 然後另外一部分的話 就是有些企業 有些企業他們自己也採用一些內部碳價格 就像事實上米其林 我這邊講的是米其林的碳 不是米其林美食 他們在去做他們自己的那個節能投資的時候 他們就去算說 我這個過渡泰灣之後 我省下的海灘那大概是多少 然後他就用美頓50塊歐元 不是美 不知道是不是打錯 50塊歐元的報紙去做計算 做股價 而台灣目前大概有7家廠商 2017年的時候有7家廠商 表示過他們現在有低低職業店看定價 像說台積電啊 勇達也有許大的作為 好 那我們台灣的政策來講 好 那如果要用台灣政策來講 就剛才特別提到的是 左台管制跟交易這一塊 我們目前已經法源都已經有了 然後已經執法也都在去訂定中了 目前的話有定一個不確的時程 就是說我明年年底之前 我們所有的法制都完備了 最慢2025年之前我要啟動 最慢2025年之前要啟動 但是2025年之前要啟動 但是2025年之前要啟動 那我們大概世界上風險 這種看定價來講 從立法到實施 立成最久的一個國家 這是我們大概看到的一個恐怖 好 另外就是走很久的看 等人員稅 等人員稅我們這邊可以看到說 這是十幾年來的歷程 因為我看到人員稅的時候 會想這是我們措施版本 然後移不到現在 然後等人員稅一直沒有辦法成真 然後目前的話 大概比較具體的就是 有在20 就是在年轉型白帝書裡面 他們有一個目標 就是2020年的時候 財政部要提出個 能員稅的版本 其實不是實施 是要提出個版本 供大家該審議 然後這個部分的話 也有被列在所謂的 台灣總區辦目標裡面的 一個具體指標 所以這邊的話 其實會有一些明確的行政要求 上面必須要 能員稅也必須要 關注採念 但是我們都知道 這些行政的要求來講 是不足的 因為能員稅 這個稅這個一體的話 它已經是一個高度政治的事情 所以我們這邊的話就來看看說 那在政治面上的時候 先來看看 那這個部會的態度為何 這邊的話就是 整理程 就是從那個 環保署提供給 立法院的一個 評估報告裡面 去看到這個部會 他們對於 所以對於 探定價這方面的態度 像我覺得比較有趣的 一些事情是 能員局他們竟然會講說 因為要追求所謂的 探定價跟降低空屋 之間的平衡 我就覺得差不多可以探定價 跟空屋來交換到 有些減壓的共同效益 為什麼會說 我們推動探定價 會對降低空屋會不利呢 因為他說 因為廠商要加裝空屋防治成本 所以他們耗電量會增加 所以搞不好他們降空屋 為了降空屋 他們採灘量會大增 我說那這個理由在這邊去談 其實還蠻神奇的一個 神奇的一個談法 然後另外一部分的話 但是博發會就會聽說 應該是要在 緊急好的時候才實施啊 但是緊急好到底是什麼時候 這個定義一直很難講 然後另外一部分 他也在強調的事情就是說 那我們在2020年的時候 我們減探只要減兩顆SET 所以我看起來 我們不用讓我們幾個M塊去施行 然後教通部的部分的話 也在談就是說 那這個 如果我們對運劇的衝擊為何 所以就比較目前都是 比較負面的一些談法 好 那我們要談 但是這樣的話 另外要增加接受度的時候 那就會看說 那民眾目前大概有接收的程度為何 而這是我們目前 我們中心圈圓圖做的明標 所以我們每次數個大利率 接受的漲幅的時候 大家都會面對 大利率接受的漲幅 大概都是 你給他的選項最低的 最低的那一個 所以目前的話 他們大概50以上的民眾 他可以接受的漲幅在750塊以下 而這750塊的話 還是遠不足於說 IP實際裡面提高的 所謂的135塊美金的 那種科稅的稅率要求 另外一部分的話 就是看稅大家 其實目前對於 專用的這一塊 這一塊的看法 是比較支持的 比較支持的 這是民眾的不檢派式 對這邊的話 我們中心有第一個 就是看定價的時候 大概要採取哪些錯誤 但是今天時間關係不夠 我們今天就先跳過這一塊 那最後要提一個 最後一分之後 我們來談一下就是 我們覺得在看定價 這一塊的話 專用剛才提到說 要增進民眾的接受度的時候 有哪些配套的措施比較有推動 但是除了這些配套措施 推動以外 我認為說還有一些 研究與理事 還有各個統領域的學者們 大家其實可以投入的 像舉例來講 像最近印象的探官稅 像再不好有國貿體系 和國際關係體系的 大家就可以想一下說 目前如果連民主黨的 歐盟民主黨的候選人 每一個都在探官稅 然後歐盟的主席 也在探官稅的時候 那我們台灣怎麼面臨到 這個新的國際系統 新的真正趨勢 探官稅不再只是一個 嚇人的指導部 而是一個 真的可能會實施的一些 的政策工具的時候 我們要怎麼拿去面對這件事情 另外一部分的話 就是在這個企業這一塊 企業這一塊的話 如何在探稅裡面 已經有七個企業 可以說我們念不看電視 那他們這七個裡面 會變成倡議聯盟 去化解其他可能 耗營產業的企業們 他們的主動 另外一部分的話 在政府這一塊 我覺得蠻有趣的就是 有沒有出現一些 管制服務的狀況 就像是我們可以看到說 剛才的 剛才的能源局 來談這個 推動看 他們一個看的就是說 他覺得這個 這個看定價的話 會影響電焰自由化的繼承 那我想說 我們電焰自由化 電焰法修法 就是要讓你能源局 可以去好好管電焰 你怎麼其他念得到這個 對於電焰的管制 你反過來都是 擔心說 我這樣可以 會鼓勵你 鼓勵你 鼓勵你 這些傳統電焰的發展 所以這邊中間出現 一些管制服務的一個矛盾的時候 我覺得這些都是 可能是政治學的 學生先進門 可以去投入研究的地方 另外一部分 大概是在大作的這一塊 有些人會擔心說 不管怎麼最大動機的野獸 然後這一塊 有些心理學的方面的研究 比較可惡 另外一部分 媒體再現 媒體就對於 看這個議題 它在那邊的再現方式為何 在做的話 有些從學界跟媒體經驗的朋友 都可以從這個角度裡面 去想一想說 那這一塊我們可以怎麼樣去看 怎麼樣去看 怎麼樣去看 看定價的推動成為可能 好 這是以上跟大家的分享 謝謝大家